公元626年,李世民率八百亲兵潜入宫中,发动了一场政变,杀死了李建成,顺利将太子之位收入囊中,使称玄武门之变。这件事也让不少历史学家产生了疑惑,政变发动之前双方的关系可以说降到了兵点,而李世民能够带着自己的八百亲兵堂而皇之的进入玄武门,由此可见。 这其中一定有一位投靠了李世民的内影,并且身居要职,但是这个人会是谁呢?纵横历史现实,品评时代人物,欢迎订阅管淘解读。这一切直到上世界二十年代。 在甘肃挖出大量的文书,在其中有一件颠覆了历史的《长河墓碑》被文中的内容,不禁让人惊叹道,原来有长河在,怪不得李世民这么容易就成功了。 长河是谁?他又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?随莫天下大乱,长河皆干而起,据长河墓碑记载,公元五百八十八年,长河出生于汴州郡义,即如今的河南开封,他的祖父正是摸着胡子叹息,这个小子气度不凡,一定能够带领我们一族走向复兴,而且他今后的成就不会低于肖像国。 因此,给他起名的时候与萧河同名,即为长河,随朝末年,由于阳广大兴土木,征战高沟黎,沉重的赋税与兵役,让百姓苦不堪言,在这样的压迫下,随朝各地民变四起,规模大的骑军可跨州联郡,首领称帝称王,规模小的也有千百人。 而农民起义的侧原地就是长河所在的河北地区,长河此人天生性情当劣,富有正义感,而且他这个人骁勇善战,在当地受人敬佩,后来,长河看到当时民不聊生的状况,选择揭竿而起,同乡数百位豪杰也追随他发动起义,此时的长河。 就这样,成为了汴州地方农民起义的一个小首领,公元611年,宅让在瓦岗寨聚集起义,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,在农民起义队伍中,一军突起,成为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,当时长河在河北地区势单力薄,因此,在瓦岗军成立之初,长河就率领自己的队伍投靠了瓦岗军来到了李密麾下,由于长河机制果敢,很快就成为了李密的心腹和得力干将,并屡舰战功, 在李密起义队伍中,居于重要地位,公元618年11月,李密设计杀害了翟让等其他瓦岗军重要将领,取得了瓦岗军的实际指挥权,而深受李密重用的长河,自然也成为瓦岗军中的高级将领,审视度势,劝李密归附唐朝,公元618年,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,当时,民众深受长年战乱困扰,而李渊又得隋公帝杨幼善位,一时之间民心所向, 在这样的背景下,李密率领的瓦岗军就面临着要么归降唐朝,要么自立为王的局面,而长河清楚地认识到,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,于是劝李密归附唐王朝,据长河墓碑称,降唐的计划最早是长河提出来的,李密在听到长河的建议后,便召集自己的谋士们商量归降唐王朝的事宜,在长河的反复劝说下,李密最终决定听从他的话, 在军队前往长安的过程中,瓦岗军中还有不少将领反对降唐的做法,担心日后会被李源清算,在这个时候,只有长河力排众议,坚持规劝李密前往长安,瓦岗军这支战力强大的部队能够顺利归顺唐朝,长河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正因为如此,在李密归顺唐朝后,李源保留了李密给长河的上驻国, 雷泽公等官军,只不过这些都是虚职,并没有实权,为了拉拢住长河,李源还给了长河实职,授予他轻衣服飘旗将军的职位,让他成为唐朝的府兵将领,李密到达长安后,李源更是亲自派特使前来迎接,足以看出朝廷对李密的重视,而此时的李密对自己的部下说,我率领数百万的军队,现在归顺了唐朝廷,你们驻扎在山东多座城池,应该知道我在此地, 如果我需要你们的话,你们也应该尽快到达,听从我的差遣。由此可以看出李密在山东依旧有着很大的势力,李密归降不久,唐朝也觉得李密的势力过大,在山东占据了不少城池,中央也坐不安稳,就想派人去收编山东地区的农民军,虽然朝廷陆陆续续派了不少人,但是没有任何效果,就当李源正头疼,接下来要派谁去使。 李密站了出来,他告诉李源,山东这个地方的起义军大部分都是我的部下,如果是我去的话,应该会容易一些。 于是,李源便秘密派他前往山东,收归李密之前的部下,此外,由于长河也是李密的心腹人物,所以,这次长河也跟随在李密身边,前往山东劝降这里的起义军队伍。 虽然李密在一事劝告之下,归顺了唐王朝,但是他显然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,从长安出发没过多久,还没等到了山东,李密便又想自立门户,自己开拓疆土,当长河得知李密的想法后。 觉得李密既然已经归顺朝廷了,就安安分分的,如果背叛朝廷的话,后果不堪设想,因此他就劝李密叛变了想法。 当时,跟随李密前往山东的还有贾润府,这个人也十分不赞同李密背叛唐朝,他认为唐朝现在已经平定了全国多个地方的动乱。 要是随便叛唐的话,那可能会还没起义,就被打压了,只不过,李密对自己有很大的信心,他认为,即使李源平定了关中地区,但是山东这一片还是我的势力范围,这样我也能与唐朝有对抗的实力。 于是,长河与贾润府两个人的劝告也没能让李密改变自己的决定,尽管自己的建议没有被上级采纳,长河也没有离开李密的队伍,就当李密做着自己的春秋大梦时,唐王朝显然也知道, 李密并不会乖乖听从自己的安排,于是,在李密行军的途中,唐王朝派出盛宴示威杀了李密,李密的被杀让瓦岗军分崩离析,因此,长河便投靠了王世冲, 只是长河在王世冲麾下待过一段时间之后,认为自己王世冲并没有好的前途,于是再次归顺唐朝,李源得知了长河再次归顺朝廷之后,认为他有变通之能,于是下令特别嘉奖他授予撤其将军的职位, 虽然这时授予他职位已经属于魄力了,但是比起他第一次跟随李密投靠唐朝授予的飘旗将军,职位显然是低了一击,随军争讨叛乱, 当时,窦建德自立为王,建立下国,等到李密失败后,窦建德出兵攻占了李密的地盘,将山东收入囊中, 就在同时,王世冲也在洛阳拥兵为王,建立了正国,这样,就在全国的疆土上隐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, 只不过,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,这样的画面,是唐王朝最不愿意见到的,因此,李世民奉命出征,前往洛阳讨伐王世冲, 而长河也在出征的队伍之中,王世冲本来觉得自己所在的地方固若金汤,能够抵挡唐朝军队的进攻, 却没想到,在得知唐朝军队来势汹汹后,王世冲自知实力不够,于是紧急向窦建德发出求救, 一开始,窦建德犹豫不决,但是他的部下给他分析了现今的形势,现在唐、郑、夏成三足鼎立的状态,并且会保持这个局面很久, 听闻唐军已经开始攻击郑国了,要是在短时间内,郑国还不容易被攻下, 只是郑国示弱,总有一天会被攻下,而到时郑夏之间就是唇亡齿寒了, 对此,他建议,如果拒绝唐朝保全郑国,那么我们还能保留大部分的实力, 要是唐朝败了,那么就可以趁他们示弱的时候,与郑国一起长驱息入,到时连京师都是唾手可得, 窦建德听了这话,觉得唐朝战败,京师归于自己就在眼前,于是决定率军去支援王世冲, 只是他没有听从部下的建议,与李世民率领的部队正面对抗,很快就败下阵来,窦建德兵败之后,被唐朝的将领所俘虏。 在长安市口碑斩首,在这次讨伐的战争中,玉池竟得杀了下线的刺势吕重茂, 然而吕重茂的部下继续坚守下线,李世民率领部下从晋州赶来攻打下线, 还下令屠杀下线士兵,执行这个任务的,就是长河与宇文颖, 据长河墓碑记载,长河在这场战役中身先士卒,屡获战功,正因为他的表现, 在这次战争结束后,李世民便给了他不少物品作为赏赐,同年在窦建德死后, 他的势力并没有全部归顺朝廷,而是零零散散的在各地进行战斗, 没过多久,窦建德的部下刘黑踏重新举起了反抗朝廷的旗帜, 而他的这一行为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,一时之间,山东多处当地朝廷命官被杀, 都是当时豪杰为了响应刘黑踏所做的举动, 整个山东地区又几乎全部落入农民军的手里, 唐王朝没想到,在他们消灭了窦建德与王室冲之后, 居然还有人敢自立政权刘黑踏率领的骑军英勇作战, 唐王朝几次出兵镇压都败退而回, 唐王朝的淮阳王道玄奉命讨伐刘黑踏, 而这次他率领的军队居然不敌刘黑踏,反被对方斩杀, 这件事一出,整个山东都大为震惊, 刘黑踏的实力远比想象的更强大, 一事之间,山东不少地方都投向了刘黑踏, 不出半个月,刘黑踏就将山东的旧部重新纳入囊中, 后来,秦王元吉又被派来征讨刘黑踏, 只是他听闻了淮阳王被杀之后, 担心刘黑踏的兵力太过强劲,迟迟不敢发动进攻, 一开始,秦王李世民想要去山东镇压刘黑踏, 但是,这时的太子李建成并不希望他如愿, 二人此时正因为皇权而展开激烈的斗争, 双方都想前往山东争夺当地的豪杰, 因此,就在李建成出发前往洛阳之前, 李建成与部下商量, 一旦秦王今天去往了洛阳, 到了那里得到了土地便能养兵, 这在以后将会后患无穷, 因此,一定要把他留在京都截治他, 于是,李建成派系的人上书道, 秦王身边的人大多都是山东人士, 一听说就要前往洛阳, 这些人一个比一个高兴, 看这样的情况, 他们今天一回去, 恐怕就没有回来的意思了, 于是李渊又叫停了李世民的前进步伐, 李世民不能亲自前往山东, 便派出自己的心腹去结识山东的好汉, 并且各种金银财宝都任由他使用, 对于李世民的计谋, 太子一派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, 于是太子, 闲马建议李建成能够亲自前往山东镇压起义军, 这样也能取得战功, 接纳山东的能人志士, 才能够安稳地坐在太子之位上, 李建成也认识到山东这一战的重要性, 自请去镇压留黑榻的起义军, 于是, 李渊就派李建成去镇压起义军, 并且河南、河北等地的将帅都能够被李建成调遣, 经过几次失败后, 魏征给李建成出了几个主意, 李建成转变作战方案后, 打得刘黑榻的部队溃不成军, 很快, 刘黑榻就因没有足够的粮草而率部逃亡, 被手下的叛徒所逮捕, 并献给了唐王朝, 而根据长河墓碑记载, 在李建成率领的军队中, 长河也在齐列, 并且, 李建成与刘黑榻部队的几场战争中, 长河都在李建成左右, 这一点也补上了历史的遗漏部分, 长河与玄武门事变, 公元626年之前, 太子与秦王为了争权夺势, 双方之间的势力暗流涌动, 当时, 与即位名正言顺的太子比, 李世民无论在兵力还是政治上都处于劣势的一方, 从兵力来看, 李建成贵为太子, 身边拥有人数不少的法定进军, 并且还一直牵制着李世民的兵力, 虽然李世民手下也有不少精兵, 但是大部分名义上都属于国家军队, 另一方面, 由于出讨突厥, 秦王的精兵猛将都被齐王抽走出征, 秦王手下已经没有了能够调派的将领了, 而从政治方面来看, 李建成既是嫡子又是长子, 在名义上占据优势, 还早早地被立为太子, 深受李渊的宠信, 虽然李建成在朝中的势力甚至不如李世民, 但是一旦两军对垒, 李建成亦有名正言顺的政治地位, 二有父亲李渊的支持, 那么李世民也难以保证自己会取胜, 就算侥幸取胜, 那么损失会很大, 留下的后患也会颇多, 因此, 只有扶兵击杀太子, 在逼迫父亲改立太子, 才能有效避免大幅度的政治动荡, 这样一来, 就算日后继位, 也不至于还要收拾自己留下的烂摊子, 据《九堂书》记载, 玄武门事变之前, 秦王李世民手下的长孙吴继, 房玄陵等人日夜商讨计策, 事情已经很紧急了, 如果不使用一些权宜之计的话, 设计就危险了, 于是, 李世民上书, 我自认为没有做辜负兄弟的事情, 然而建成与元吉想要杀我, 好像是要为王世冲和窦建德报仇, 这就说明, 其实秦王府已经早有预谋, 要谋害太子李建成, 李世民敢于发动玄武门之变, 逼迫父亲抢取太子之位, 并顺利得手, 这就意味着, 在当时必定有一个内应, 并且还深居要职, 根据记载,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, 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人物, 就是长河, 至于为什么是长河呢, 长河为人豪爽, 在乱世中也难掩英雄气魄, 极具号召力, 既能煽动乡中豪杰随他起义, 又能规劝李密祥唐, 甚至能够在玄武门之变中, 究极北门士兵为秦王所用, 长河不仅仗义豪爽, 并且还极具政治眼光, 无论是说服李密祥唐, 还是在李密拜后, 投靠王室冲一段时间之后, 又重新回到唐朝廷, 这都表明了长河政治眼光独特, 当时长河还棘受李渊赏识, 他投堂后, 先后被授予重要职务, 担任皇帝的随身侍卫, 武德九年, 长河任左右兼门卫长官, 凡出入宫门所带的物品, 都需要经过长河的检查, 所以李世民要贴身跟随几个带着携带武器的亲兵, 首先要过的就是长河这一关, 因此李世民用金银财宝拉拢了长河, 选武门之变时, 李建成并未对长河起疑, 则是因为早年间征讨刘黑踏实, 长河就在其部下任职, 算是其旧部, 并且长河的妹妹还是李建成的原配, 两人算是有姻亲关系, 这种关系长河总不能背叛自己吧, 因此李建成踏入宫门时, 虽然有所警觉, 但是并不认为长河是李世民的党羽, 而据卑文记载, 屈奉翻潮, 参文霸略就表明了李世民其实早已收买了长河, 并让其在玄武门驻守, 直到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, 才意识到这是秦王的圈套, 但是为时已晚, 李世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, 可以说没有长河, 玄武门之变的结果恐怕还未可知, 在玄武门之变后, 长河也是节节高升, 若非在这件事帮了李世民大忙, 既非世家大族, 又非李世民的左膀右臂的长河, 有何理由一路高升到左武卫大将军呢?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 我们下期见